台北股市今天亞洲最強 你還記得上個禮拜大跌200多點 外資大賣387億嗎 觀念才是王道 歡迎收看股市正要進 我是程序言Jerry 讓我帶你在股市 一起照邀來現行 好了台北股市今天開低走高 我相信大家你如果有關心的話 今天的台北股市是亞洲最強 而且大家全數都是在行情一大早開低 然後賣壓重重 我相信你今天如果看盤 你都會覺得 感覺不到上個禮拜 台北股市是跳空大跌217點 上個禮拜外資還賣超387億 我相信你就攤開大盤日線圖 你如果被一般的大眾化技術分析給迷惑住 上個禮拜這邊是跳空大跌217點 你會發現最近來講的話 這兩個月的時間內 你看到的跳空重挫都超過200點 後面來講的話台北股市有因為那個跳空重挫 然後馬上進入空頭走勢嗎 沒有耶 外資在這一段時間賣的比較多耶 當然啦這裡來講的話 跳空大漲也不是代表行情一個趨勢直接往上噴 我相信你有鎖定就好事的節目來講的話 最近的時間我已經不斷不斷的告訴大家 包含了上個禮拜大跌禮拜五 我在節目上都已經直接告訴大家 一個很重要的 不論漲或跌 皆不會形成大方向 所以你操作股票來講的話 不追高然後很重要 不要胡亂殺低 很多時候喔 你只要先掌握住弱勢股的條件 回到我身上喔 這一段時間來喔 你真的 很多股票來講的話 你很多時候就 賣完了這胡亂之間 它一段的反彈走勢 或者是我賣完了看起來 明明才剛看到外資連續賣它 打破線 你都覺得線型翻空 不管是哪個分K 哪個分線 日線圖攤開啊 才剛破月線轉弱 破季線翻空 你都這樣覺得 忽然之間 一段的拉抬 而且還創新高的 我信 上個禮拜 我在節目上 都已經公開給大家來看 就是說 我們在前面一個多禮拜前 持股見整 在LINEET這裡 最多人問的台表科 最近來講的話 不是一段的翻揚的走勢 我在持股見解的時候 台表科最多人問的是為什麼 因為它一路向下破 創下超過兩個月的新低 所以很多人問這檔股票 你有看我特製影片的朋友來講的話 台表科當時58個人問耶 現在呢 我相信你有拿到這一段影片的朋友來講 你都會知道現在台表科到底在做什麼 因為最多人問的 這不是我決定的 就是這一段的 那一個免費的持股見整的活動 58個人來問台表科 當然還有其他第二名第三名的 那當然就是那一個你看到影片的人 你就會知道 所以加入我LINEET 我LINEET 要很關鍵的分享給新的朋友 現在這個時間點 現在這個時段 甚至一直到四月份 你要知道什麼 弱勢股的條件是什麼 如果你手中的持股不是弱勢股 不要胡亂的殺低 這一段的時間來講的話 包含了 弱勢股都會出現反彈的 剛剛台表科三月份開始來講 一段的反彈的走勢 在那之前一路向下破 所以很多我問 台表科算是弱勢股 那你怎麼來看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在做什麼 先掌握住弱勢股 現在連弱勢股都會反彈 那你手中的股票如果不是弱勢股 代表什麼 後面來講的話 他如果是在足底 你把他賣了 你回頭來看 那不就是可惜了 很多人現在回頭來看去年的9月 去年的10月 那是股票 很多股票的長線大底 可是很多人把那一個時段 當作是空頭 所以加入我Light 現在來講的話 一直到4月份 至少到4月份 你要知道真實的弱勢股條件是什麼 先看得懂弱勢股 不是看到那個破線 看到什麼什麼的狀況 外資賣而法人賣 沒有買 不會動 弱勢股 你就以為是弱勢股 千萬不要這樣子 加入我Light 現在來講觀念很重要 我希望可以幫助到 跟我有緣分的朋友 來 大家今天來講的話 整個台北股市 開低走高 大漲118點 結果你看外資還賣超 你又要問 阿老師外資又沒有買了 外資沒有買台北股市多久了 外資賣台北股市多久了 你到現在還在問這個問題 外資如果賣超有殺多意圖 外資的賣超如果是要殺台北股市 他如果要殺你的股票 講白點阿 外資的賣超如果要殺你的股票 現在大盤還會在16100多點 今天收盤的位置在多少 16189點 如果外資這個連續的賣超 他真的有殺多的意圖 要殺你的股票 今天的收盤會收在16189點嗎 多久了 外資今年賣超台北股市多久了 現在怎麼賣多 16189點 我相信行情在這裡 他給你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因為現在的行情 他的走法 跟你過往用直覺性的思考 看到那個表面的籌碼數字 我去精算那個籌碼數字 所去想到的行情已經差很多了 差很遠了 今天來講很多的股票 你如果有去好好的觀察 今天盤面上很多拉尾盤的股票 他那前面一個多禮拜 兩個多禮拜前 他是不動的 甚至破線給你看 很多人用分線來看那些股票 他是認為是走空的 可是今天來講的話 拉尾盤有的創新高 IC設計很多股票都這樣子 現在不動的IC設計的股票 你要小心後面那莫名其妙 都一大段的走勢出來 不要忘記前面前面一個禮拜 上個禮拜 敦泰要連續漲停之前 他也是先往下跌破一個箱形區間的 所以大盤看盤的心法很重要 現在很多人是因為大盤的走勢 然後覺得沒有安全感 或者是現在來講的話 他覺得股票怎麼會漲 外資賣成這樣子 三不五時就看到 那個外資把台北股市當提款機 然後因為台積電很弱 現在來講的話 只要你不要隨便用融資來買股票 用融資來買股票來講的話 你一定很吃虧的啦 第一個你光是有時間上面的壓力 不要說利益 你時間上面壓力 就拖不過那個整理期了 所以大盤在一萬五千點之上 你的看盤心法是什麼 我這個禮拜 禮拜三 會在我的Light直接公開分享 所以現在你不管是 舊的朋友還是新的朋友 一定要留在我Light 因為我直接會把三大心法 直接送給你 你好像是回想這三大心法 你靠在去年9月10月 那個時候台北股市在一萬二 那時候台北股市在一萬二 你如果照這三大心法來講的話 你在去年9月10月 還那個外資跟現在一樣 也是在賣台北股市 相同的心法用在那個時候 只是現在的位階是在一萬五 相同的心法你掌握到 你會很多的股票 我很多那個經營會員的股票 是從那邊部署 在一路擴大獲利上來的 我有一些專案會員的股票 是從那個時候 我相信大家都在我節目聽我講過 我會有人靠一黨強貌一倍 翻倍 他如果不曉得這三大心法 如果那個時候 他看到我要外資賣 然後怎麼樣子的 早就怎麼樣 早就已經把那個賣掉什麼 後面會有一倍的獲利 現在這一個一萬五千點之上看盤心法 我直接告訴你 就跟去年9月10月 那時候大盤在一萬二 相同的條件你自己 我到時候禮拜三公佈 我發現我Light公佈 你自己下去套套看 相同的 你只要相同的心法 三大心法很簡單 簡單到你不用去念那個 多麼艱深的技術分析 跟那個經濟學的理論 不必 加入我Light 禮拜三我會公佈 你拿到這個心法來講的話 你直接把日線圖攤開 回到去年9月10月你自己去看 相同的一個邏輯而已 很簡單 簡單到很多人想不到 現在來講的話分辨股市 第一首要的 看得懂弱勢股條件是什麼 弱勢股條件成立 談起來 哪怕是那個連續上漲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你知道它是弱勢股的反彈走勢 你手中剛好還有這一檔股票 換股 談起來是要讓你換股的 你知道那一檔股票是符合弱勢股的條件 談起來幹嘛 你千萬不要在拉抬的過程當中 跳進去買它 因為拉抬 弱勢股反彈的過程 它也會讓你看到一些 比如說是可能是經濟基本面利多的消息 或者是那個技術面讓你看起來 好像要決定大反攻 但是你要先知道 它是先符合弱勢股 所以這一段的行情談起來 拉抬的走勢 它是弱勢股的反彈走勢 你千萬不要在那個過程 跳進去買它 相同的只要不是弱勢股 你要知道接下來股票 也許是一段的整理期 不要胡亂的殺低 當然了 你有一些的股票來講 你懂得去分辨 整理期的股票它是幹嘛 後面來講的話 你等著逢低去部署它 後面是幹什麼 等著它資金輪動的過程當中怎麼樣 輪到它拉出一波攻擊的走勢 我相信微星 如果你看這一檔 微星這一檔來講 我的節目上已經公開了 我經濟會員的持股 第一批經濟會員的持股 一直放到現在擴大獲利 為什麼可以 因為我知道 這一檔的微星來講的話 我買完之後還有這一根的長黑 我買完之後來講的話 還有這一根的長黑 我買在這裡 當然不是最低啦 沒有那麼好運 當天買在這一天 後面來講還有這一根長黑 你如果看到那一個一般的技術線型或分線 或者是那一個 那種外資有沒有買的那一種 外資當時一直賣它的 你早就被洗出場了 然後回頭一看 嘩!長線大底 現在今天微星在這裡 收盤又創下10年的新高 今天微星收盤價創下10年新高 你回頭來看這裡是不是底部 這裡 長線的底部嘛對不對 我們的經濟會員買在這一天 他不是最低的 我這樣強調不是最低 我沒那麼厲害 只是剛好 後面這一根長黑 也沒有讓我買的那一天來講的話 直率往下破 可是你從技術線前來講 破月線 破季線 死亡交叉 可是你如果懂格局 他是幹什麼 多空交替主體的格局啊 當時候大盤是在1萬2啊 我剛才也聊到 看盤的新法 就像當時候1萬2 現在1萬5 但是一樣的新法 你把大盤掌握住 你自然而然就知道 這一邊他是幹嘛 整理期的股票 你自然而然怎麼樣 可以在這過程來講的話 不管 外資法人的那個 買賣的數字 尤其是賣超的數字來講的話 你就不會被影響了 這一廊維新來講的話 我在節目上講過 也曾經在去年年底 在某個特別節目上面 分享說 他是一個元月招財股 比如說你最佳的買點 你今年來講 元月就1月份就要買他了 1月在哪邊 這裡啊 這裡啊 外資有沒有買 沒有 有人酸我笑我欸 老師這一檔來講的話 明明是法人到貨 外資一直賣他 漲不動的股票 你送我這一檔股票 現在今天在這邊 收盤算下10年新高 回頭來看 你最佳買點 最後買點是不是在這裡 1月份 那我們菁英會員來講 在這裡 擴大獲利到現在 這一檔股票來講的話 已經可以超過六成了 獲利已經超過六成了 我聊過 你如果懂得利用大盤 來擴大手中的十股獲利 然後知道這一檔股票 法人在賣的時候 外資在賣的時候來講的話 他不是弱勢股 他是處於整理期的股票 交替過程的股票 你自然而來就會知道什麼 資金輪動的時候 他絕對會是保 現在很多種股票是處於這種整理期 你知道嗎 現在很多種股票 現在盤面上有不少股票 包含今天拉尾盤的很多股票 他是處於像維新這一種整理過程的股票 今天外資是賣維新的 可是他是創十年新高 外資不是只有賣今天而已 外資前面已經 加上今天已經賣四天了 最近已經賣四天了 外資賣超四天的股票 結果這檔股票 創十年的收盤新高 我在我身上 顛覆你的想像 顛覆你的思考 我希望就是說 你看我的節目來講 你要讓你自己想的 跟其他投資人不一樣 來 IC設計經驗 這一檔股票 前面來講的話 也讓舊老師被很多網友笑 他跟維新一樣 我在一月份 如果大家都記得一月底有一波 我們在封關之前 前一個禮拜有一波大盤千點的修正 那時候外資也是天天賣 相信我的一月份 我普通的電話清代會員 維新跟這一檔的經驗來講的話 我們都在一月底 很多人覺得大盤走空了 最後的買點 當然啦 今夜來講的話 今夜來講的話 當時候 二月份的時候也曾經這樣子 我的一月份 加入的電話清代會員 他們也曾經有人質疑過我 老師這一檔股票 你確定要爆嗎 老師這一檔股票 外資好像 不是很力挺 一月底 二月份在這邊 我一月底買他 二月份來講 大家你都記得 二月二十六號 外資大賣 944億 創下史上最大賣超紀錄 當時候今夜來講的話 當然 那個時候股價相對壓抑了 他不是進入三月馬上漲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外資有沒有挺他 沒有 可是我在這邊 帶一月份 新加入的電話清代會員 但我精英會員來講的話 是買在這裡 這一檔的股票 不管是我跟微星一樣 一月份我新加入的 電話清代會員來講的話 都可以看了這檔股票 跟微星來的 今夜跟微星來的 各賺什麼 27%以上 這一檔今夜來講的話 擴大獲利 都是靠 對於大盤的心 大家可以發現 可以看得到 這個過程是去年什麼 9月底 10月份 還有這邊什麼 11月 那個時候大盤是動盪的 一直到11月過後 開始往上拉抬 你只要9月10月不敢買股票的 全部到後面都是用追的 回到我身上 航運股不就是很多一大堆的人 是在什麼 12月一路看到那個航運股往上拉 然後很多很多人 你如果殺低的話 今天你可能 悲劇了 因為今天來講的話 陽明 長榮 所長庭創新高 所以你如果在1月份 用追的航運股 然後在1月底看到那個外資大賣 那一波航運股也是回撤季線 你如果看我節目來講 外資大賣那時候 我在節目上首次針對航運股 來跟大家做提醒 你如果看不懂格局的 胡亂殺低的 你今天看到什麼場景 光是長榮 陽明 我在節目上講過的 直接拿出來當例子 因為貨櫃三雄 今天來講兩黨都鎖長庭 我一直聊到就是說 大盤的重要性 他可以幫助你就說 我的手中持股來講的話 眼前看起來 因為我很堅持 強勢股不是用追 所以我不太會用追的 我的節目上一直傳達給大家 你要看得懂股票格局 只要大盤不是空頭走勢 只要大盤它是屬於一個 整理期 現在就是整理期 所以你很快速的在1月底 那邊看到大盤千點修正 就在喊空頭的 你看到2月份2月底 2月底看到外資大賣944億 就砍完蛋了 多殺多的 你現在來講的話都發現 其實你的觀念就跟 放到去年的9月10月 你都是錯過長線大底 但我不是告訴你 現在來講的話是長線大底 而是我告訴你 大盤這一邊 他如果1萬5沒有破 我給你的心法 你有掌握住 即便後面不是一個長線大底 你也不會將你的股票 砍在一個低點 即便後面來講的話 大盤還有一段的走勢 這裡來講的話 你不會胡亂的怎麼樣 認定是空頭格局 然後不敢買 錯過很多應該 那種低基期的 在整理的 我講過IC設計很多 我買金星科的時候 他長這樣 我在節目上已經重播四次了 重播大概已經播四次了 我就直接把他 那個當時候的那個線型拉出來 當時候我買今夜 大部分也是長這樣子 買完之後也是長這樣子 維新我買完之後 也差不多是長這樣子 你這樣看起來像是強勢股嗎 你能想像的到後面 維新、金星科、金業 後面來講都拖斷 創一個什麼 一年 從一年新高 五年新高、十年新高 金業還掛牌新高 金星科也掛牌新高 可是我在買他們的時候 告訴會員 你這一邊來講的話 一定要抱住 他是在做一個什麼 整理期 你要耐心等他擴大獲利 一個月、兩個月的時間 三個月的時間就擴大獲利 你如果看我的節目 我都已經直接告訴你 這個我在買他們的時候來講 帶會員買他們的時候 一張來講的話 那個股價是可以買五張 一次買五張 當精英會員的資金部位 這種股價來講的話 當時候這種股價 買五張是很正常的事 區區五張的股票 你必須要知道說 這在幹什麼 一個月後、兩個月後 翻倍 一檔的股票 一張的股票 你要賺四成、賺五成 一張股票 你想要賺超過三萬塊 你的想法要跟其他不一樣 我講白一點 你現在把盤面上鎖掌停 拉尾盤了 你看他鎖掌停 拉尾盤之前 他是不是長這樣 所以我說態度與觀念 他決定你在股市裡面的財富 你如果要等到 哇大盤大漲了 你才要買股票 看到這張股票 拉起來 確定他會漲了 才要追 看到外資買了 看到法人做多了 你才要買 你鐵定追高殺地 因為你只要看到法人做多了 你只要看到外資買了 大部分都是後面 你一進場 股價開始做整理 開始做震盪 那你就會在那個震盪的過程來講話 怎麼樣 胡亂殺地了 所以很多人 都喜歡在股市裡面追高殺地 每次說老師為什麼都要追高殺地 怎麼樣才能不追高殺地 來自於你的習慣 你的習慣是什麼 養成的 態度跟觀念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你一定要知道 大盤的走勢 現在來講在這個位置 今天創下掛牌新高 維新 創下一個 十年的收盤價新高 我帶一月份的 一月的 新的電話清代會員來講 他不是菁英喔 他只是普通一般的電話清代會員來講 他們是買在這裡的 是大盤在這個時候買的 那個時候你在想什麼 大家都知道 我們上個禮拜 看到一段 往上 往上創新高的南茂 你如果看 我把南茂跟 那個敦泰的 現行對比 最佳買點在什麼時候 這裡 在這裡 那個時候外資有沒有買 沒有 那個時候大盤是動盪的 外資加起來賣超 1895億 我在節目上都幫大家算好了 你上個禮拜五看到 哇 跳空大跌 外資大賣387億 你在想什麼 你還要被那種買賣超的數字 賣超的數字給牽 牽絆住嗎 不是 你要知道 大盤的動盪 你第一個 只要分辨 弱勢股的條件是什麼就好了 不要去介入弱勢股 弱勢股彈起來 你要懂得不是去追他 弱勢股彈起來 你不要去理他 你不要去買到弱勢股的反彈 不然那個彈完之後再下去的時候 你不是又 一下回頭想一下 我剛剛已經聊到了 我剛剛已經跟大家聊到了 我的精英會員來講的話 精液 維新 包含了剛剛給大家公開的精心科 精英會員 他們開始買這些 開始爆這些股票 從這裡開始大盤在這個位置 現在來講大盤在這個位置 你說這樣子一個波段的時間 他一張要賺5萬塊很難嗎 不難 精心科一張賺15萬6萬 早就已經放口袋了 回到我身上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你看我的節目來講的話 你一定要知道大盤的重要性 剛剛我給大家看的那個大盤的走勢圖 來 這裡來講的話 你想也想不到 這裡看盤的心法 居然是跟這裡是一樣的 這裡是台北股市1萬2 這裡是台北股市1萬5到1萬6 可是你要知道 你把重要的關鍵心法掌握住 這裡的技巧跟這裡的技巧是一樣的 我不會告訴你 就是說我也沒有辦法 這裡來講是不是長線大底 因為這邊回頭來看 這邊是一個長線大底 如果這裡後面還有一段的公式 或者他不下去 那你在這裡因為 我那個1萬5 1萬6 然後我不敢買股票的 然後只是看到漲了 我才敢買的 那你很容易追高殺低 或者是什麼 錯過很多那一種低基期 或是資金輪動 創新高完之後 他的同類族群的股票 創新高完之後 回到他 讓他輪到他漲了 你錯過了 金星科 我們一張賺15萬6 早就已經放到口袋了 你不要再看說 金星科能不能買 不要 你要想下一檔的金星科在哪裡 維新 今天創下10年的收盤新高 我們的金融會員一張 擴大獲利5萬5 5張這種股價 當時候買5張很正常 加起來可以賺27.5萬 航班那張算起來 早就已經把匯費賺回來了 一個月的匯費早就賺回來了 三個月的匯費早就賺回來 甚至半年的匯費早就賺回來了 難道才會一直續約到現在嗎 金融一張股票賺5.4萬 5萬4 5張27萬很正常 你現在想的不是這些股票還能不能買 你要想的是下一檔跟金融 跟維新跟金星科一樣 能夠幫助你相同這樣獲利的股票 到底在哪裡 所以加入Lite 現在來講你的思維非常重要 掌握出大盤新法 我禮拜三會直接公佈 直接在Lite這邊直接傳送出來 那你弱勢股的條件你想要拿到的 在我的Lite這一邊話聲 我的助理人員來講的話 會針對新朋友 讓你知道這一檔 這一段的特製影片來講的話 你如何來取得 因為我都交給我助理Follow 那個送影片的事情 我在我身上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這裡來講的話 我們的過去 你可以直接從行情這一邊很明白的看得到 對我而言來講的話 我直接抱著力望過年 抱著那個 直接送你藍茂 這只是一個 擴成小小 他只是其中兩檔股票 我幾乎每一檔股票來講 在錢物商直接都放過重播帶 今夜放重播帶也兩三次了 維新應該也有兩次了吧 你是我的忠實觀眾 你都知道這些股票 我已經都不是第一次講 最近來講的話 除了藍茂之外 今天來講的話 我已經強調 我節目開始就強調 你們沒有發現很多股票是拉尾盤的嗎 偷偷的尾盤拉起來嗎 我都已經提醒你 你把今天拉尾盤的股票 全部把它抓出來 往前看 今天拉尾盤的股票 前面是一路往上噴的嗎 今天很多拉尾盤的股票 他是前面 橫向成你不動的 你甚至用分線來看 不曉得很多人是翻空好幾次 你從法人的籌碼速度下去看 那個法人根本前面沒在買 今天拉尾盤 我早就都在會員部署了 我節目上也公開過 我第一次買這一檔股票 今天他創下掛牌的收盤價 創下掛牌新高 維新他今天收盤創下十年新高 維新的收盤創下十年新高 這一檔股票他收盤創下是收盤最 掛牌以來最高的收盤價 我們3月4號就已經部署了 3月4號我買他買什麼 就是趁這個尾盤 我的特別會員等級以上的 就知道這檔股票 最近我電話清代會員來講的話 這檔股票前面早就已經買了好幾次了 反覆的低階低階低階 難道你要等 當然啊 我衝出去之後一定會公開的 但這個時期來講 因為他還在壓縮整理還沒碰 直接拉漲停出去 但我的會員應該 特別會員等級的會員 都應該知道這檔股票是哪一檔 因為3月4號尾盤殺下來 我開始帶他們買 我在我身上時間關係了 我希望就是說 你看我的節目來講的話 你要知道 現在的行情觀念很重要 現在的行情千萬不要胡亂追高 分辨好弱勢股 不要胡亂殺低 只要不是弱勢股 不要胡亂殺低 弱勢股 彈起來 不要胡亂追 以上 祝福大家 我們明天見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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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